要不然你就隨時水要去養一養 把水養一下 要不然你整塊會壞掉 我們是這樣 因為這都是資源嘛 你不要給它浪費 所以要養好 所以我建議你剛開始就不要拿那麼多 拿出來的時候你要塑膠袋戴起來 現在要養一養 現在先趕快把它裝進去 各位夥伴 我告訴大家 我們這個泥土來的不易 不要浪費 你們放在桌上的 是時候要把水養一養 要不然你就放到塑膠袋裡面 好不好 像這個用水養一養 因為這個孔隙非常小 這個東西如果你在家裡捏 千萬不要在你洗手台洗手 久而久之沉澱在轉彎的地方 你的水會出不去的 所以這個會有環境污染 我告訴大家 這種泥土會環境污染 我們在捏的時候 你要捏多少拿多少 沒有捏之前盡量放到袋子裡面 我們提供的你一定捏不完 可是你們現在桌上擺那麼多 要養一養 不要再丟回去喔 要再養它 泥土把水 水周邊把它撲一撲手 把它抓一抓 再養一下 保持它的軟度喔 保持它的軟度喔 要養一養 協助小朋友養一養 這個是我們捏桃的原則啦 因為我們這個是一個教室 它未來太多廢土 我無法處理 而且是浪費喔 這是水保局的資源 也是很珍惜的喔 好 喔 好 好